以前的视频里讲到过皮肤的构造 帮助减少皱纹的药物 以及包括洗脸在内的防皱 护肤的注意事项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 护肤、美容 不能仅仅只注意到其中的一些细节和具体的问题 也要有整体健康的概念 皮肤也是人体的一个器官 既有自己独特的构造和功能 它的健康也是和其他脏器 以及全身健康密切相连的 皮肤从折算的重量上来看 是人体最大的器官 它有9000克重 其中水分的比例是57.7% 它覆盖全身 面积大约1.6平方米 再来看一下其他脏器的重量 心脏 大约300克重 单个肾脏 大约140克重 单侧的肺 大约350克重 右肺 要比左肺重一些 肝脏 大约1500克 脑的重量 大约1400克重 所以正像其他脏器一样 皮肤也会有健康问题的困惑 健康自然 是美颜的基础 饮食和睡眠习惯 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除了一些皮肤具体疾病以外 日常生活里容易遇到的皮肤烦恼 一般有三种 皱纹 毛孔的粗大 还有就是皮肤上沉寂的色斑 上一期的视频里也提到过 护肤美容要从洗脸开始 那洗脸以后的护肤 就一定要提到化妆水 化妆水 是日本早期开发的一个微面部皮肤注水 加强保湿效果 很有效的一款护肤品 在日本市场销售的化妆水 如果著有英文 几乎都用了Lotion这个词 化妆水日语也叫Lotion 但是如果在美国 同样这个词 对应的是对于干燥皮肤 全身用的一种液体 用于面部护肤 相当于化妆水的叫Toner Toner在美国 远远没有日本的化妆水 那样的普及和应用广泛 化妆水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面部皮肤补充水分的 所以它的成分的80%是水 还配合有其他的保湿成分 比如甘油 玻尿酸 胶原蛋白等等 我们的皮肤 由于年龄 人种 以及性别的差异 所以特性 也各不相同 偏于干燥的 比较敏感型的皮肤 柔软型的化妆水 比较适合 因为里面配合的保湿成分 可以缓解 改善 干燥的状态 经过皮肤的补水 也可以驱出一些细小的皱纹 对于毛孔粗大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脂质分泌过剩 也可以是因为紫外线照射 干燥引起的 代常性 脂质分泌旺盛所引起的 还有可能是加龄的原因 毛孔周围的弹力下降 使毛孔向下拉长 还有就是皮肤炎症反应 以后引起的 那么收敛型的化妆水 会提供一些帮助 因为它里面的一些 酸性物质成分 有收紧皮肤 抑制油脂分泌的效果 这种化妆水 甚至可以 只用在局部油脂分泌 过多的踢纵部位 对于毛孔被过多的 废旧角质物和油脂堵塞 而引起的毛孔粗大 甚至是形成痘痘的时候 可以事先用含有蛋白分解酶 以及脂质分解酶的洗面液 再用化妆水 收敛效果会更好 还有就是色斑 当然色斑的种类很多 有些是全身性疾病的反应 需要区别对待 在美白型化妆水里面 配合有漂白 抗氧化作用的成分 可以减轻色素沉积的程度 起到美白的效果 总之 护肤美颜 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既要有全身健康的维护 也要有每天的局部 用心的处置 缺一不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为我点赞 和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打开小铃铛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天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